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果公们好 Hello 首先要祝你生日快乐呀 谢谢 这好久没直播了 有点不太习惯了 距离去年的一起聊聊 过去整整一年了 那这一年你有印象最后 内里的风景很好看 也是第一次去 那底线呢就是 因为它每天要剪头发嘛 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修一下头发 这是一个要原理法官 基层法官 所以它是有标准的 对头发是有标准的 嗯 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就是体验啊什么 就一下来就说这么多信念 先放松一下吧 好啊 那你自己跟屏幕的同学们互动一下 好 互动一下啊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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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好 那就来吧 对对 就生活上你这一年就是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生活上啊 嗯 嗯 因为从去年拍完成江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放了一段假 嗯 因为那段时间呢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特别的珍贵 特别的宝贵 因为和自己的家里人呆在一起 因为那段时间就带自己的爷爷奶奶 嗯 还有公公婆婆 因为她们年纪也大了嘛 去带她们逛逛博物馆啊 呃 逛逛公园啊 嗯 给她们做做饭啊 呃 和她们待在一起这段时间呢 我觉得也是一种冲裂的方式 那么无形当中也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嗯 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的 呃 珍贵 非常的宝贵 嗯 呃 那如果有一个永久可以储存的保险箱 呃 在过去的一年 你最想放进去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嗯 三样东西 嗯 三样东西 那 保温杯吧 嗯 嗯 剧本 还有就是 不变得初心 嗯 嗯 呃 那你现在拍的这部戏是底线啊 马上就要杀青了是吧 嗯 那个 你听说你在法院有一段时间的实习的经历 这个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好 因为开拍之前嘛 是在法院实习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对我塑造人物来说 是非常找到一个准确的支点 因为可以看到 法官老师们的 呃 呃 工作状态和日常生活 也和法官老师们他们聊天 呃 包括他们审判的时候啊 嗯 天天跟着去 我觉得 让我感受的 让我感受很深 他们 他们 他们其实更多的 就是面对每个当事人嘛 他们的那个 你看他们每天遇到不同的人 他们都要很好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因为他们也不可能就是说把自己的情绪给 给给给发现给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清酸 这份工作很不容易 嗯 我觉得他们这个职业是很伟大 嗯 同时自己能 呃 出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自己也很荣幸 我觉得在这段实习的过程当中呢 嗯 呃 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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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对这个角色 呃 的有很大的帮助 嗯 我们看到了你那个剪发的那个vlog 然后那个你多久没有剪这么短的头发了 然后剪头发那个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多久啊 嗯 好几年了吧 好几年了 刚刚剪完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啊 但是嗯 但是是有要求的 嗯 法院是有要求的 这个是必须得按照他们的来 因为他们说不能说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嗯 说不能过耳朵头发后面怎么样 嗯 我就觉得有点那个不太习惯 刚刚开始有点不太习惯 我们也越看越习惯了 你知道蛮利索的也蛮精神的 精神小伙儿 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网友说 那个头发有点像樱桃小丸子 然后他们还做了好多表情包 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这些表情包 给你看一下 那个 这个 是吗 呦 这个 这个 这不是我的 这个小女孩 嗯 这个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这个还有 哦 还有这个 嗯 这么多呢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呀 这个 这是怎么有两个小桥子呢 嗯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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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蛮可爱的 嗯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啊 嗯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我觉得 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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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贴近我 嗯 这个啊 嗯 这个啊 这个啊 挺好 嗯 挺好 你们都很有猜 嗯 画得特别可爱 嗯 画得特别可爱 嗯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 这个 这个没头发呀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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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没头发呀 这个 这 这大耳都涂涂 那是大耳朵土土 哦大耳朵土土 嗯 嗯 好 这个周一安啊 你们有心了 谢谢谢谢 嗯 嗯 那你再跟屏幕啊 给你好 可以给你 谢谢谢谢 嗯 你跟屏幕的网友互动一下 看看大家都来说什么 嗯 互动一下 这好久没直播了 就是说 嗯 生日啊 看到你说养了一个蓝色的头发 今天那个 哦这一点点 嗯 小小的小设计 希望你们会喜欢啊 嗯 嗯 今天吃什么 今天还是吃妈妈做的饭啊 呵呵 嗯 对吃妈妈做的饭 今天生日直播完了之后 就去和家里人 嗯 果胜啦 嗯 嗯 也谢谢你们 嗯 你们也在看我 我也在看你们 嗯 好 嗯 他说我说 说什么都行 说啥都对 好吧 谢谢啊 嗯 啊 嗯 嗯 那过去的几年 你一直在横店拍戏 嗯 底线这个 在长沙拍 然后你 你又是湖南人嘛 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这次在长沙拍 就是 不一样的感觉 感觉好像回家了 这可能是自己 很理想的工作状态吧 嗯 因为比如说第二天开工馆呢 或者明天没有我戏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回家 嗯 这个我觉得是 嗯 很不一样的 也是第一次 包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 也都在这里 嗯 特别有家的感觉 嗯 嗯 你刚刚说你去新疆拍了一个月 有那个新疆那些好玩的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新疆 新疆呢 其实 玩到没有怎么玩 因为每次就是在这工作的时候 去玩的话 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给我更大的感触 就是说 风景挺美的 因为美食也不能多吃嘛 因为第二天要拍 所以还是要严格的控制一下自己 其实那边风沙比较大 而且 这个太阳一般出来都是十七八个小时吧 好像晚上十点多才 十一点才天黑 嗯 拍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其次其实最累的是工作人员 因为 你看制编组其实给我们演员做了很好的保护措施 包括我们那边工作人员去那边都有受伤 我觉得 更辛苦的是他们 这是真的 因为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 其实我们都还好 嗯 嗯 这给我们更大的感受 其实那边什么都好 就是对于我们拍摄来说的话 嗯 拍摄条件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 嗯 所以其实希望下一次的话 就带着家人去旅游吧 就不要工作了 嗯 我看大目上有人问你晒黑了吗 在新疆 这不晓 新疆 新疆 那肯定会晒黑吧 天天那么大的太阳 十七八个小时 十七八个小时 对吧 嗯 嗯 听说你在城乡 除了应渊和唐州以外 还尝试了另外一个反面的角色 能给我们透露一点 那 这个真的不能说了 这个真的要保密了 但是和我之前 呃 以往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那如果让你给这个角色点一首歌 你会给他点什么 角色点一首歌 啊 就给这个角色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反面的这个角色 我反面的角色 点一首歌啊 就代表他是吧 对 哎这个角色这歌真不好点啊 想一想啊 想一想 嗯 嗯 那个 有一首歌就是 赤沙风云 就这个 赤沙风云 嗯 嗯 就是这四个字大家会懂的 嗯 嗯 嗯 那如果是应渊或者唐州呢 你给这两个角色呢 点什么什么两个 应渊什么 嗯 就每个角色都要点一首歌 对就应渊和唐州 嗯 这想一想啊 应渊就是 嗯 嗯 你发如雪 起美了 离别我分享 懂感 我分享感动的谁 这是这个比较适合音乐 是吧 嗯 那唐州呢 哦 给我一杯忘情水 好也不流泪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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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吧 嗯 就唱一句吧 嗯 嗯 嗯 那个 琉璃的时候你唱了一首ost 叫做手 嗯 然后那个生日会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 雨军歌的ost 叫香手 嗯 那个我看到有 网友问 就是说今年陈香如蟹 有没有会出新的ost 它的名字是叫长香手吗 嗯 那不不不不不是 那个这个肯定不是 因为 嗯 这首歌 恰恰不是的 叫 忘川 忘掉的忘 忘啊 忘川河的川 四川的川 叫忘川 嗯 嗯 那那给我们清唱一下 可以 我们准备了 对 就都准备好了 对 嗯 这首歌 是还没有 那个 大家听过啊 那我觉得简单的唱一下吧 这嗓子都没有打开呢 嗯 我们唱一下啊 哎呦 来吧 就唱吧 嗯 大家听一点啊 嗯 嗯 不好意思破音了 哈哈哈 记忆就像是一片海 载着过去抹着未来 心躺开 以未来 静拥着 黑暗 当你泛滥的等待 不再相爱 我愿意靠岸 温柔掩盖 人间百胎 你会生无尘埃 拜拜 好简单唱一下啊 特别好 旺穿